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最新动态 昨天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大反转的概念 8月6号 俄罗斯的本土遭到入侵 谁入侵他呢 答案是乌克兰 乌克兰打到现在兵穷马困了 但是还是有这个能力进行这场大反攻 那今天有更多的讯息 包括影片出来 感觉上俄罗斯的这个被突击的这个伤害 好像比大家想象的要巨大很多 那目前俄方的说法是乌克兰投入的兵力 大概是1000人 今天我看到很多数字 说从这个打击的这个结果来看 认为应该不止1000 这个1000是俄方所公布的数字 那这个1000是死士嘛 赶死队 那进来之后呢 当场消灭了315人 还有54辆的装甲车也遭到了摧毁 那普丁召开了紧急国安会议 稍后在中间画面当中大家看得到 你特别仔细看普丁的脸 看他旁边三位高层的脸 这个普丁的脸色极其阴沉 应该是在骂人 旁边三位有一个低着头的 应该是被骂了 被训斥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乌方自己还爆料 说他们的防长目前生死不明 因为疑似遭到了这个炸弹的暗杀 迅速被带走 所以我先问一下这个帅将军 你怎么看待乌军这场大反攻 斗金 斗金被打到快要投降 为什么还要这样 然后为什么能够得手 因为现在也是伦次世纪很大的危机 打不打得下去 美国要不要给资源 欧洲对他的失望 他需要一个小小的胜利 你像我们抗战的时候也有碰到的状况 就是要国际媒体要看到我 还能撑下去 所以他这个仗是一个突击给俄罗斯很大的羞辱性 因为普丁认为胜利在握 那战线这么长 他当然选择一个最容易突破的一个薄弱点 但是很显然突进去的兵力还是不够 所以俄罗斯讲一千人事实上也不止了 一千人突不到多少状况 那突进是一个成功的突击战 但是在战略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只能说政治宣传上跟国际上跟美国来讲 我现在还能活下去 我还能打 我还打得对俄罗斯来讲是羞辱性 因为大家都以为俄罗斯已经占了上风 战线都采取手势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会让他突进来呢 突进来还俘虏了一些俄罗斯的士兵 这个照片很难看 很难看 你要是普丁当然这个脸拉不下来 所以普丁大定被羞辱之后会如何 对啊 所以普丁马上命令部队开始反击 那这个作战来讲 投降的影片 这个作战来讲是政治意味比较大 政治意味 他并不是说有后续很大的权力 一直往里面突 没有 我们讲你突破的目的是要突穿进去 战略目标 所以这个我想立将军已经有一个图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立将军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突击成功 这应该也策划蛮久的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明白这场战为什么要这样打呢 我用几笔吧 我这个地图画出来以后 大家就看出来 我特别把几个地名查出来 其实最早的时候 这个俄军跟这个乌军两边大概在 别尔格罗德 就是哈尔科夫这边在对峙的 主要的兵力都在这个地方打 然后从苏梅开始 一直到哈尔科夫大概都在这一线 其实这边来讲的话 大概这两边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不是主要交战区 都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属于警戒的区域来讲 换句话说是一个侧翼的位置 那侧翼来讲通常兵力比较薄弱 那我们特别看 这次来讲乌克兰它 其实我认为绝对不是三千或者是 三百或者是一千 我认为后续的消息可能有到四万人 四万 四万的兵力它从这边 从这边除穿打过去 乌克兰掉了四万的兵力 对你看我现在看你就知道 它想要从侧翼攻击 从侧翼它指向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你像它如果说是从这边突穿的话 主要作战打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切断了这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是俄国到 哈尔科夫的主要一条的补给线 它等于是一个侧翼攻击 打到这个地方来 截断这条补给线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特别在这个地方画出来 目前来讲它只打下这一块 这块区就是我们现在影片上面看到 什么住民区啊几个村庄 大概打到这边 那后续来讲它能不能如它战略构想 可以打到这个地方 然后看它后续投入的兵力 预备队够不够 可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后勤的资源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预备队 可以支持你打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的战略构想等于白打了 那我先问一下李将军 因为他俘虏了40多名俄罗斯军人 都有影像 那未来在普丁在还击的过程当中 会因此有所顾忌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说是俄罗斯 我们现在看 它是这个构想是很好 但是理想是很好 可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你后续来讲你支援 一开始的话你找人家薄弱的地方突穿 那当然你会获得一些战果 可是问题是说你后续 如果没有持续自愿能力 我这边特别举一个战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时候 罗曼蒂登陆成功之后 对不对 盟军势如破竹 就马上快要打到德国去了 德国这时候做了一场战役 很有名的一场战役叫突出部之役 就突出部之役 它来讲的话 德军集中它最后的所有力量 那有一部电影拍的就算战役 叫做坦克大决战 我想说老一辈可能都 都印象中有这部电影 阿登森林突穿 对从阿登森林突穿 它就是集合我所有的最后 得奋力做最后一搏 德军那时候 希望借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从这边突出来讲 切断所有盟军的后群补给 将它切断 但是这场战役打到最后 它就无能为力 所以这就是乌克兰最后的大反攻 对最后的一搏 那这场战役造就一个 很有名的将领 就是巴顿将军 他在阻止了这场 这个阿登战役 突出部之役 他打赢了 然后没有让德军得逞 那德军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第一个 他的后续兵力来不够 他虽然说是虎式战车 都很有名 可是他的后勤资源能量不足 既无没有了 他油不够 他支撑到那边 那这场战役 打赢结束之后 这个盟军就整个战胜了 德军就整个投降了 等于说是盟军来讲的话 德军来讲是最后一搏 所以现在乌克兰就算是在下 他的后勤接得上 就是力量不足以 我刚刚这场战来讲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把整个地名都标射出来了 那你有没有能力 打到这个地方来 我怀疑你讲的有四万 有四万人的话 可以往里头脱 对啊 现在关键就在这边 但是是不是吹牛 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在现场也不知道 有四万人 绝对可以往里面 俄罗斯的媒体报导 只有上千人 对啊 但我今天也有看到一些博主 说大概在三四万左右 我是有看到这个 也有这种说法 那究竟来讲的话 当然我觉得说是乌克兰 他现在的战略构想 射尔斯基 他是希望打到这边 然后反败为胜逆转胜 但是你后续 他既然这边是薄弱部 只能凸穿这么一点点距离的话 对 他现在只凸穿这么一点点距离 那就代表俄罗斯 我问一个外航问题 所以呢 已经到的F-16 在这个战役当中 可以扮演一些角色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了 因为我觉得F-16 他虽然说值可能比较好 可是他量毕竟有限 薄行员不够 实价 目前只有实价 量毕竟有限 所以大概这场战争 可能就是到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被俄罗斯挡下来来讲 那你要考虑到 你就这么多的兵力嘛 那你乌东地区是不是把 乌东地区东凑西凑 把内部队调过来 就是一场政治上的一个 这个小政力 羞辱一下普丁 这是泽伦斯基 最后的一个大反攻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